妈,小心点啊 以后啊,你就在我家住 我好好的,撕会撕会你 媳妇,别扫了 你看,咱过来了 妈,你过来了 妈,你要不坐在这儿先休息一下吧 妈 你看你,走那么远的路 你渴不渴呀,我给你倒杯水吧 我不渴,秀啊 妈以后啊,在你们这儿住 不少给你招麻烦 妈,你说什么呢 这你爸我养这么大 现在啊,是该我们回报你的时候了 你以后啊,就在我们家放心的住 秀,这平时啊,我工作忙 没多少时间啊,照顾妈 你在家里边啊 爸妈,给照顾好了 你就放心嘛,家里有我呢 你啊,就该上你的吧,上你的吧 有我照顾妈呢 你还担心啥呀 这妈,想吃什么,需要什么 你就给我说 到处我给你钱,到处我来 好,我听你的 妈喜欢吃啥,我就给她做啥 去吧,给妈做饭去吧 妈,你没事吧 小别啊,你看秀这多好啊 多秀顺啊 你真找个好媳妇 是啊,秀挺懂事的 你就好好在这儿住吧 有什么事你就给我说 行,我知道了 秀,我去上班了 好啊,那你路上慢点 没事,现在咱妈在家住 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家里有我呢,你就放心她上班吧 那行,我走了 秀,你这上班去啊 你就放心去吧 家里啊,有秀吗 她会照顾好我的 那行,那我走了妈啊 看什么看啊,走远岸 回我 还不能回屋 还不能回屋 走进去 乖的 秀,你咋这样啊 这小兵刚走 你怎么能打我啊 让我去干活啊 这,你不是说好好的照顾我吗 是啊 我不就好好的凑你嘛 有吃有喝的 让你干个活咋了啊 妈这身体能干活吗 你看本来我身体啊都不好 身体不好就不能干活了啊 谁规定的 我告诉你 你这能吃能喝还能睡的 赶快的扫地去 快点啊 你让我干活 说的还挺像的哈 你个死老太太 我哪是装啊 我真的生病了 你還能不知道啊 我就是生病了 小病啊 讓我一個人在老房子住 不放心 走了吧 你兒子現在走遠了 他也看不到你 你兒子對你好那是應該的 我沒這個義務 你沒這個義務啊 你不怕讓我兒子知道了 你讓我去幹活 我兒子回來 他能高興嗎 四老太婆我告訴你哈 你兒子現在不在家 如果你要是敢跟你兒子說個 什麼看我怎麼收拾你 還處著幹啥呀 幹你的幹活呀 我的話你都不聽了 是不是 咳死你年的活幹 偷懶試試 睡大覺去 秀兒 在幹什麼你 玩手機呢 咋媽呢 咋媽 歇著呢 她能幹啥呀 媽 你怎麼老在屋裡邊啊 你看 我給你買點營養品 到時候你別忘了吃啊 媽 你沒事吧 沒事 咳咳咳咳 媽 你這沒事 你這咳嗽 怎麼又嚴重了看著 咱們上醫院嘛 咳咳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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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刚要摸着手机 所以忘了 下一次 放心好了 下一次 绝对不会忘的 妈 你真没事吧 妈都没事的 来 我放屋里面 等一下 开始我倒了零了 然后叫妈 喝药 去吧 来妈 赶紧的吧 就是躺在床上 我也知道床上舒服 拿过来吧 拿什么呀 儿媳妇 你还挺会装的 是吧 钱 你儿子 偷偷给你了 多少钱啊 赶紧的给我 没有 我儿子 啥时候给我钱了 你还嘴硬 你干啥呀 干啥 你 我又没犯法 你这是干什么 你 这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这是 这是我儿子 给我 让我买药的钱 还买药呢 我告诉你 你都不值这些钱 浪费这个钱 我告诉你 这个钱 刚好我拿着 你呀 这药别买了 死了算了 那你说 你不让我买药 我儿子要问我 买药了吗 我 我咋跟儿子说呀 我说 你给我药走了呀 告诉你老大伯 如果你敢要这样说 我恰死你 哎呀 你瞧我这记性 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忘了 这今天这个合同啊 挺重要的 我告诉你啊 你敢给你儿子 套一个字 我告诉你 我打死你 是不是啊 我不给我儿子说 可你别让我去干活了 你看我这身体 又不吃又 扎心啊 你说 死老大伯 长本事了 是不是 敢给我添条件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今天我不给你的颜色看看 你都不知道 谁是老大了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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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婦 你干啥呢你 我 我不是啥没干吗 咱们那里有土 给他打打 打打土 用脚啊 手脚不用用啊 你能能狠啊你 你非明实在 虐待妈 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啊 想不到 你装的真相 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的 我不在家 你就这样对待咱妈 你怎么做出来的 这可是我亲妈 要我 我对你这父母正个样 你都受到了吗 你老是骂我 你怎么不说着他呀 他在咱家 白吃白喝的 还花咱们的钱 还有不干活 我 我有错吗 花你的钱了吗 那都是我这的钱 我给我妈看病 买药 这不是应该的吗 秀儿 你怎么能这样做 她再不是你亲生父母 你也不能这样对她 想不到 你是这样的女人 我真是看走眼了 秀儿 既然你这样对待我妈 那你 还是别在这个家待了 你回你娘家去吧 我知道错了 妈 你看都是怪儿子 姐妹 不懂事 老是 看着你不顺眼 妈 就别生我气了 我从今往后对你好 秀儿 你还觉得 还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你都这样对待妈了 自从妈 过来了以后 你不知道怎么虐待妈的 今天 要不是我回来 拿一个重要的文件 我还看不到这一幕呢 你叫妈 当是什么了 你赶紧给我滚 小兵啊 别赶紧走了 都怪妈的身体不好 连累了你们 你看 你们两个 要是因为妈 把这个家散了 这妈心里啊 多难过呀 妈 她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对她 这样说话 我要她干什么 她都这样对你了 你赶紧给我滚 妈 请我说句话呀 小兵 你就别赶她走了 让她在这个家里 她一坐 给了就行了 不行 这件事情 一定不能让她 要让她长长记性 你啊 给你娘家 好好反省反省 什么时候我叫你回来 你再回来 小兵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看我在这个家里面 没有苦劳也有功劳 就原谅我吧 行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你的表现 你要再这个样 你马 马上给我滚蛋 好 我知道了 我回 我让妈 休息吧 去吧